我遇到一个真的还蛮贴心的事 在我们交往的时候 刚好那时候遇到父亲节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工作结束以后 我要去跟我爸吃饭 就吃父亲节大餐 他说好啊 因为他年纪很大了 你要跟他去吃父亲节 干爹 没有啦 不是啦 那那个我爸啦 然后我就 他就说他要载我 就接我下班嘛 接我下班 然后后来载我到吃饭的地方 他就从后面拿了一袋衣服 就是包装好了 他说我想你最近这么忙 应该也没有时间去买礼物 好贴心啊 他就直接帮我准备好父亲节礼物 然后就觉得真的太贴心了 而且因为他看过我爸的样子嘛 所以因为我爸也不高 他就说我买这个尺寸是M号 如果你爸爸穿不下的话 你再跟我说 然后真的 真的很贴心 然后结果最后我们分手了之后 我从同居开始搬离他家 我刚好搬到他家附近 就走路大概是两到三分钟的路程 对 那边怎么分 很近 对 我后来才知道这样分不掉 当然 我真的没有想太多 你有跟他共同用一个帐号吗 没有 也没有分享 太麻烦了 因为我这个人是很懒得 去买饭吃的人 因为他知道我有这个习惯 下班他要打给我说 我现在要回家了 你饿不饿我帮你送一些东西 顺便带什么东西 对 因为我就没有想太多 因为就是真的是变成好朋友 然后他就会来帮我送晚餐 我就觉得真的很贴心 然后又 又那个 不是那你为什么会分手 好像很可怜 对啊 后来有一些 对于未来成家的观念不太一样 他不想结婚 他想结婚可是 你不想 你那时候不想 你那时候不想 那时候的我 我觉得两个人对于这个 没有什么 太早了 就还没有什么契合的地方 那现在你们还是好朋友吗 现在因为他交女朋友就不是了 那有没有可能 因为也过了好几年 你现在心境不一样 有没有可能他单身了之后 然后你们两个又 又可能会重新在一起 对啊 这么贴心 连你爸父亲姐 他会帮你准备礼物 对 真的蛮贴心 那时候你有沒有想过 跟他复合吗 对啊 可是因为我现在有另外一半 所以我目前都没有想过一件事 那你还考虑那么久 不是他一直在自觉的吗 我当然一直想要想 软爛 不是 你现在认识 我看到你在犹豫 刚考虑你觉得那心情 等一下 不是 我刚刚是认真在想 要是我现在单身 我是用这个 对... 我来一下 两边都解释发现一个危机 好啦 但每个前任的状况 其实都不一样嘛 所以今天要请海胎熊 来帮我们测一下感情的 我们的软肋是什么 这边有四张图 大家选一张 你第一眼看上去觉得 最不舒服的照片 那等一下跟大家说是测什么 对 最不舒服 最不舒服的 对 你自己觉得一眼看上去 最不舒服的 取牌 1 2 4 4 2 1 1 没有3 这个在测什么 测就爱来找你的时候 你容易因为什么样情况下心软 因为你讨厌的东西 可能就是你不想面对的 不觉得你心软的地方 然后如果是选3的话 这是羊 羊通常代表的是 温柔 体贴 照顾的那一面 所以对方如果来找你 可能你就会心软 然后说 好了 好了 我们念在我们的旧情上 可见没有人是这个 带坐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会为了念在旧情 那比较多人选的是2 2是蚂蚁 那蚂蚁通常是跟 辛勤努力工作有关的 所以如果是选2的人 通常就代表说 对方如果跟你有一些机会 可以一起共识 一起工作 你可能就会陷入重新 回去坠入爱河 所以可能可以想一想 有哪些对象是给你狗狗底 是因为工作 对 金 你看吧 你之前就是因为那个账号 对 没办法 再次4 金鱼 晃根 这没有看到一颗一颗吗 对 有 钱有关 他不是长流 可以知道 小CALL是一个非常爱钱的人 不是 因为我们赚钱辛苦 对 赚钱辛苦 所以他如果因为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你跟他有金钱上的纠葛 另外一种就是可能 因为他有一些赚钱的机会 你就好了 然后慢慢就会陷进去 因为这样跟他混在一起 有可能 赚钱的机会有 那1是最多人选的 1个 2个 3个 好 那我其实也不想讲三位 但会选这张图都是有原因的 在心理学上面 马跟蛇呢 他跟一个很明显的象征有关 叫做性欲 所以呢 如果你会跟前任复合 代表说他真的功能蛮好的 不敢啦 不敢啦 对 效果不错 我又選1啦 我選的是1 好 吴苡萱 每天想看 看不出来啊 難怪看他想那么久 少伟哥 對啊 我来不是纯粽犯而已 我们这些都是属于做口碑 真的 好啦 以上做个参考啦 比有些人相处了7年 甚至更久10年才分开 其实这个回忆很难忘掉吧 你不用讲7年 10年这一种 2 3年 3 4年 也是有不少的回忆 是啊 真的 搞不好这种重新在一起 那真的就是表现好 要不然就是心气相投 表现 来看一下网友 哪个时刻会让人忘不了前任 麻烦又云 好啦 除了旧爱很恐怖之外 其实有些旧爱也是很美好的 那我们就根据今晚开门官方司团 还有脸书交友 联谊单身社团 我们合作民调做出一个榜单 到底什么时刻会让你 想起你的旧爱 我们从第四名公布到第一名 首先呢 第四名就是 曾经一起到过的场景 这占9.8% 那第三名呢就是 在社群网站上偶然看到 对方的消息 这占17.1% 然后呢 再来就是生日啊 纪念日到来的时候 这个是24.4% 那最后最后最多人选的 第一名呢 就是不小心翻到对方的照片的时候 这个占了41.5% 不过呢 大家想起前任 到底是比较多是像这样恶梦啊 还是比较多的是美好的时刻呢 我有上榜 我是在生日的时候会相信 我的那个唯一的前任 为什么 唯一 因为我今天之所以会变得这么正直 不是这么可靠 全部都是因为这一个前任 因为我以前在年轻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什么婚姻观念 也没有什么 就是要走入家庭这种 所以你是渣男就对了 也不是渣男 就是以前会以工作为主的 以前 就算 然后呢 那时候因为 不是 我们就碍于是远距离的关系 所以就是一直没有办法 就是有进一步的发展 你们在一起多久 多远 其实我们应该是讲说 一直处于曖昧 因为我一直知道这个人很好 所以我不敢跨出那一步 进入那种就是认真交往的世界 而且那时候我正在奋斗 我的演艺事业 那你怎么认识他 就是也是在聚会 因为他是远距 他在国外 然后他是放假的时候 回来台湾认识 搞不好他在国外 他也有其他认识的男生 也不一定 一定有 但是他 他有自信 这什么 就说 我认识自己 就说 还是搞不好 真的很好 我真的是一个 不错的人 应该是这样 只是那时候 我没有想要定下来 应该是这么说 你听不下去 你要走了 没事 忍一下就过了 咬你啊 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要定下来 然后他就为了 就是因为远距离的关系 他就 因为他台湾没有亲人 他就一个人 只身来到台湾 想说 把距离拉近 他就待在台湾一年 想说我们这样会有相处的机会 更多的时间 对 可是我那时候真的就是 我只能讲说 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反正我就没有想要定下来 那时候你们太红了 太忙了嘛 5566 对 然后我觉得很抱歉的是 我跟你讲 一年下来我只跟他见三次面 太少了 然后他在第三次就是跟我会面的时候 他就是说 会面你是会面 会面 跟我见面 跟我喝咖啡 他就是很 因为他很想要认真的聊这件事情 他不能再等下去了 然后他就问我说 有没有想要跟他就是走入婚姻 我就说我一点这个画面都没有 我觉得你也太突然 后来呢 这个人见完那次面之后 他就完全消失在我的生活圈里面 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忙到我连 我 他消失我都没发现 是过了半年我想说 奇怪这个人到底到哪里去走 天哪 半年 不行啦 根本没有在你心里面 真的 真的 我觉得他如果在现场 他会坐在我们的位置 对啊 对啊 你是恶梦 所以我后来我把自己关起来 我关了大概将近有十年 因为他 以前的我 不去认真去思考 我到底在感情这一块 我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就刻意把自己 关起来 然后单身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种赎罪概念嘛 那你后来有试着要找他吗 赎罪 过了半年之后 我就发现这个人在哪里 然后我就到处都找不到 我发现他脸书还给我 就是解除好友 我就去找我的朋友的脸书 我才发现 他已经结婚了 然后就像大牛哥讲 他其实国外有一个 在等他的人 然后他一定要等到 我告诉他 我没有要跟他走路婚姻 他才去跟那个国外人相亲 他太死心了 后来我看到他的婚礼 是用我的生日 我的天啊 什么意思 你现在讲这一段 他老公亲了 对啊 亲了一个 他们都在国外 他们老公也 他 国外看不到就是生日 美国看不到公圣电视台 所以这节目会播 很好 等一下我们就有情 他老公的人总跟我们不一样 对了 我也谢谢他 就是让我变成一个 现在这样子的我 就是不再 就是犹豫在感情这一块 所以现在如果 我接下来有一个女朋友 你会想要以结婚为前提吗 我会很认真的 看待一段关系 然后慢慢走路婚姻 然后进入家庭 那个人是许博士吗 现在就是还是在认识当中 对啊 但至少你的心境有改变 我觉得是好事 对 我觉得也很感谢他 所以我说他是 为什么我说旧爱是最美 我觉得他是 彻彻底底改变我一个人的 很重要的一个前任吧 这现在变得很稳定 就对了 很稳定 你有没有想说 哪一天写一个信给他 就说谢谢你改变了我那些这样子 他知道我们后来有联系上 对 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了 所以我们 我们都一直保持着一个 就是很友好的关系 我们会彼此分享我们的生活 会不会很后悔 对啊 会不会要离婚 对啊 那我干脆你那边离一离 不会这样 他也选择现在的家庭 一定是有经过私狂的 对啊 而且他现在很幸福美满 对啊 对啊 有什么疼痛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对啊 对啊 不优优独的